男孩啦啦隊女神編和綠近期受邀加入台灣中心兄弟啦啦隊 憑藉可愛性格和自然魅力性眾多粉絲喜愛 不過編和綠的應援活動已經告一段落 目前回到了韓國 日前她透過現實動態分享了與經紀人的對話 直見經紀人提醒她少吃蛋塔和奶茶叮囑她要多喝水 讓她忍不住驚呼經紀人都知道對自己吃甜食被抓包感到很心虛 此外她也提到自己不小心把iPad遺留在台灣 混腦回胎前無法使用 事實上冰和綠為了在台灣發展順利而積極學習中文 經常分享她練習的過程 還曾曬出念粉絲性的影片 自豪地表示現在已經刻意認識一些中文字 不再完全依賴翻譯軟體 努力的模樣讓她獲得更多粉絲的喜愛 acja中文字的interview 打開 Kraps 集中文字拳 集中文字拳 這次 提供